市长信箱和1999专线让民众有畅通的管道提供建议 不过也让大安区警华里里长温美朱认为 基层单位常常为了这些建议而疲于奔命 不管是新的公共建设不能落款 或者是里内要设置行人专用道等问题 都应该要有全面的配套措施 而不是只要民众一建议就照单全收 北市府的公共建设像是布告栏 都会标注上里长姓名 不过民政局却行文给个例 为了避免强调个人政绩统统不能落款 包括住家门前的面火器 也不能够有里长的姓名和电话 让大安区警华里温美朱里长认为 民众使用市长信箱的建议 其实不一定要照单全收 好比说我们的公告栏 还有那个那个面火器 说要把那个落款给除掉 我个人认为在我的社区 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 你就因为一个店家的一个主胶 然后门口挂了一个面火器 他们民众一紧张 也不知道怎么办 还好看到一个面火器 他们不是拿面火器去面火 是看到面火器的电话 打电话给我 我去了以后 我们在消防队还没有到达之前 我把总会关给关掉了 你说这面火器有没有效果 它有它的效果在 温美朱更举例 有民众上市长信箱建议 希望潮州街能够设置行人专用道 不过温理长认为 一旦划设之后 单边将不能停车 后续问题该如何处理 他强调不能因为少数人的意见 就让市府和地方单位疲于奔命 不管是放警华里 不管是放警态里 我觉得都不适合 因为你一边就 一边如果说改成信任专用道 就限化上去 另外一边就不能停车 那这些车车辆到哪里去 你有没有备态措施 没有嘛 你有没有这样的腹地 没有嘛 对不对 不能说一个人讲要怎样 然后我们就赶快来改 那还有什么 什么可以依循的 我觉得 真的好 真的很不好 所以这个市长信仰跟1999 真的 我们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 让公务人员 批评分明 行文 回文 写不完 市长信乡和1999专线 原本利益良善 但是里长温美竹认为 过度腐烂的建议 只会造成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的状况 最后民政局也认为 布告栏和灭火器 的确有需要标注里长的姓名 和电话 而重新修改政策 在民意和地方里长之间 如何取得平衡 考验者市府官员们的智慧 中佳台北新闻 李依如采访不到 李依如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